細說說我一直以來都有個夢 Online game 夢 創作自己的分身 選好你的職業 投身一個幻想世界 然後隨著時間推移 你都會跟其他玩家有更多的互動 有跟你一起玩的工會戰友 亦都會有令你難忘的敵人 一切一切都是這麼令人著迷 不知道今天介紹的遊戲 波拉西亞戰技 又會不會帶給你一段難忘的經歷呢 波拉西亞戰技是由Laxon開發 並由遊戲骨子營運港澳台服的MMORPG 而今時今日的MMORPG 當然可以在PC、手機多平台一起玩 還可以在平台之間隨時切換 波拉西亞戰技講實 過去妖精打敗了人類 成為了地上的主宰 失去記憶天賦異品的你 就會聯合所有人類將妖精驅逐出去 玩MMORPG 捏人就是很重要的一環 很多網絡遊戲捏人都只是停留在選擇 的玩法 而波拉西亞戰技 你就可以好好的調整你的面型 五官、身形這些參數 讓你打造代表你的角色 遊戲裡面還有四大職業 用人畫來說 就是劍士、坦克、弓手和法師 然後每一款職業都有三個變化 好像我用的法師 就會有輸出、補師和弱化三個玩法 很多時在MMORPG中 要選擇專精的玩法 就會像Pokemon選擇御三加那麼難 波拉西亞戰技就沒有這個煩惱了 因為大家可以在戰鬥時隨時切換你的形態 上一秒你還是冰火法師 下一秒你就變成支援隊友的寶師 用練一個角色的時間 就可以玩到三種玩法 我知道我的觀眾都玩不少單機遊戲 波拉西亞戰技的畫面 和AAA單機遊戲比是略顯訊息 不過以同類型的多平台MMORPG來說 視角享受就算不錯 特別是在角色的外觀上下了不少功夫 NPC都是俊男俊女 你怕用手機看不清楚自己的角色 即是遊戲裡面還有不少風景位 讓你近距離觀賞自己的角色 還可以拍照和朋友分享 真的很貼心 在劇情的高潮位置 更加會有精心製作的切線 MMORPG的主線 當然是小不免要接任務解任務 波拉西亞戰技初期的遊戲體驗很舒服 你只需要按一個鍵 主線任務就可以自動進行 如果不想看劇情 只是想練叻去玩後期內容 都可以設定跳過所有劇情 面對比較簡單的戰鬥任務 當然都可以用自動戰鬥解決 波拉西亞戰技還有支援功能 讓大家在離線狀態下自動掛機 真是好體貼頻道玩家 這遊戲最初的重點就是在主線和教學 隨著遊戲進度推進 這遊戲的重點就會漸漸集中在多人活動 波拉西亞戰技最大賣點就是實時宣戰的自由戰爭 這次CBT雖然沒有機會測試這個玩法 但到正式版的時候 玩家就會組成工會爭奪遊戲中的21個工程地圖 工程戰會有工程兵器、戰術指揮、守護圖騰獸等要素 所有工會成員一起經營屬於自己的勢力、同心協力、攻城略地 和其他工會牽起一場腥風血雨 相信就是這遊戲的精華所在 這遊戲裡面還有黑劍系統 發動黑劍就可以召喚一波深淵生物 你和朋友一起打贏他們當然是有獎勵 但這個系統最妙的地方就是在於 你如果在其他工會的領地發動黑劍 就可以污染他們的領地減弱他們的生產力 我已經預見到波拉西亞戰技的未來 應該是打人多於打妖精 如果你是比較和平的人 都可以打世界網 和工會成員一起進行名為封印戰的怪物討伐 相信無論你是重度玩家還是輕度玩家 PVP狂人還是PVE玩家 都可以在波拉西亞戰技裡面找到屬於你的樂趣 波拉西亞戰技的正式版已經開始了事前預約 還有機會抽中iPhone 15 Pro Max 記得要進行預約和創建你的角色 等遊戲正式上市就可以加入遊戲 享受實時戰爭的快感 那我們就在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